本集由全台貓腳印店家香港PERSKA 馬來西亞丐牙卡店以及北京卡拉河廣州廢財貓贊助播出 快點要玩囉 到POTALO買Code快速又安全 豬豬大門還有折扣囉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賽制 台主解說今天來解說這副瘋妖精 非常多人想看我玩對不對 反正我就不是正面就反面嘛 等一下來測看看 好他的特性就是當對手攻擊我的時候呢 我可以骰CNB 如果正面的話可以阻擋對手所有的攻擊 注意只有攻擊喔 那攻擊附加效果如果讓對手什麼什麼混亂麻痹燒傷 那些還是會有的還是會有的 所以說小小手遇到他基本上老爹那一部影片 真的是有點衰啦 我看完真的是太衰了 我建議啦還是可以用第一招來打就是了 好來第一招打小手第一招 不就這個燒傷和混亂嗎 好那瘋妖精第一招打10點 看自己身上的能量數量乘以30 那我如果身上有3顆的話我可以打100滴 好來看GKS GS應該是用不太到啦 我覺得從牌組拿任意5張卡到手上 除非你真的卡到很嚴重的情況下 就是你的這個多邊獸做不出來 你這個GX的話就應該就趕快開一開吧 可是我覺得你開完之後有很高的機率被對方印章 或者是裁判都是有可能的 好那GS能不開就不要開吧 好不好盡量能做出來第二回合做出來我們的多邊獸就好了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他叫什麼名字 忘記他叫什麼了 第一招 那骰3CB一次正面從牌組拿一張能量卡到手上 那這個能量沒有限定是基本的 特殊能量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說你可以拿一大堆能量下回 如果進化上去之後呢 後排的沒有被打掉的情況下 你可以怎麼樣就全部開始用特性貼貼貼貼貼 貼到我們的風壓器身上來做這個擊殺的動作 好來看到多邊獸Z 多邊獸Z 他的特性可以在你的回合無限制的 將手上的特殊能量貼到你的一隻寶可夢身上 你想怎麼貼就怎麼貼 那他的第一招呢 打120滴自己會呈現混亂狀態 那我覺得這招不一定用得到 因為自己還會混亂 我覺得有點怪怪就是了好不好 那這個combo非常非常的簡單 怎麼樣進化上去之後 直接貼貼貼貼給我們的風壓器 然後就可以來做擊殺了 那對方好像只有一種辦法 可以有100%打到的機會 就是無人發電廠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這牌要特別小心一下 無人發電廠能蓋掉就蓋掉 ok 再來就是我們東東鼠放一張 如果你真的有時候真的需要綠一些能量 或者是怎麼樣 可能硬拼要做出你的這個多邊獸Z的話 那還是得東東鼠下去好不好 當然能不下就盡量不要下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夢幻 夢幻的話呢最怕就是說 如果假裝假設有皮結 想要把你double kill的話 那真的是非常可憐 如果你反面的話 代表說你的風壓器直接被皮結了 GX打掉 還有我們的這個多邊獸 也會直接被打掉 所以我覺得夢幻 還是放一下好不好 那因為再來就是我們多邊獸 我們的風壓器傷害其實 並沒有到很高很高 所以說如果可以用夢幻來補刀 也是一件好事好不好 他的第一招 好再來點點放一張 以便不死之需啦 如果你需要抓一些人物卡 或有的沒有 古芝麻的情況下就抓吧 那吹風機放一張 可能就是為了吹一些無人發電廠 或者什麼頭巾啊 接力棒都是可以吹的 好 曹雪球放四張為了鋪場 說真的這碗也沒有到很嚴重的要吃鋪場 但是你如果一開始做不出來你的多邊獸 這小隻的 那基本上你就會去了 也不到去了啦 但至少說你可以用你的風壓器的特性 來擋一下 來擋一下 好糖果放四張這個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糖果的話我們沒有辦法 100%拿到糖果的一個訓練加卡 那但是寶可夢的話有高級球跟曹雪球 所以說我覺得糖果放四張是ok的 好那這個單價的話也別不時之需吧 好吧那你就是看情況做 看幾況拿看情況洗就好了 那硬張芒果放一張 然後高級球四張來看一下森林 那森林的話因為有時候他的攻擊招式費用 蠻風妖精一定要有一顆妖精能量 那這個妖精能量的話 芒果其實有放基本的也有放三色能量 但是如果你真的三色全部都放三色的話 你不一定有機會拿到各位懂我意思嗎 好吧那你森林的好處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丟掉你不需要的卡 再加上拿出你的這個基本的妖精能量 貼在你的風妖精身上 然後剩下的可能可以莉莉愛 或者是怎麼樣繼續做你的招式 我覺得這個森林場地還是必要的啦 不過森林場地有一個壞處就是對手也可以用 有可能會幫到對手就是了非常尷尬 好那零行場地這個妖場的話 這妖精器必備吧應該是必備了吧 好不好那對方應該說非妖精器的話 攻擊費用會多一個無色的只有無色的 好那再來的話竹籃三張 來看到這個卡路奶冠軍 卡路奶的話呢 你上回如果你的妖精器寶可夢被對手擊倒 那不管是這個擊倒的話 他沒有寫說攻擊 所以說只要被對手在他的回合有被打掉的話 不管燒傷中毒有死掉的情況下 應該是吧對吧 好那都可以從目的拿兩張卡 任意兩張卡 那其實這兩張卡 我覺得看情況做實用不一定 好那古芝麻三張莉莉愛四張的話 那就這樣子吧來 護符看一下 護符的話芒果只有放兩張 一個就是我們墊護符 墊護符如果被吹掉被打掉的情況下 那我們至少還有卡路奶可以拿回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小丑 就是防小丑防益獸的這個護符 所以說這兩個護符加進去的話 應該是還好啦 應該目前也沒有什麼像奔火龍的話 他最多GX開一次 那他其他還是要靠賽 看我們有沒有辦法反面 他才有辦法打到我們 那如果下一彈加了超夢Tech Team的話 我們至少還要再放個一兩張個什麼 超能力的護符啦 或者是特性的護符啦這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三無色能量放四張 他只能貼在進化的寶可夢身上 當成三顆能量 那使用完攻擊完 回合結束 會把這一張卡丟到目的 那我可以利用我們多邊收Z的這個特性 怎麼樣直接貼貼貼貼貼貼貼一大堆 來達到這個秒殺的效果 秒殺完之後還掉到目的 真爽啊 那你爽完之後 如果被擊殺的話 你還可以用卡路奶把它拿回來 好不好 那雙無四張 三色能量兩張 然後基本的腰能量三張 那能量卡總共放了13張 應該是夠用了啦 好我們先記一段廣告 想要買Code或是禮盒序號的粉絲們有福啦 現在到Portown網站 挑選你需要的商品 確認數量後 再進入結帳前 右下角的優惠券 填寫Mango 立即享有5%折扣喔 無火鋼 無火鋼 特噴嗎 不對阿 特噴應該會有東東鼠跟蝶蝶 鋼 鋼 鋼是雞拉旗 好先手齁 我知道了啦 小小丑啦 好我們這首牌 好像怪怪的 如果立即愛就更好了 好先空過一回合 BB鳥 BB鳥 走 剛剛你又有加那個 好 來先空過一回合 然後現在我的回合直接開始 我看一下 怎麼做比較好 哇這兩張都沒用的東西 我想一下 小小丑喔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他有可能會直接秒我嗎 想想看 奇怪小小丑為什麼不是在前面 嗯 我想一下喔 讓我想想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應該要做 再做一隻嗎 再做一隻好 做兩隻好了 我覺得他隨時都會把我秒掉 好那我們就電護符 因為他不會有電的 那這個我覺得這個 益壽護符也許有可能會用到啦 我覺得 好直接阻攔吧 如果是DDI就好了 哇這手牌 不好啊 好吧 好吧 好現在狀方第一回合 不能進化喔 好丟一顆火這個生理有幫到他 這沒辦法啦 我也是要用啦 我沒辦法我還是要用啦 對不對 欸我突然想放一階了 你看到我這個多邊獸進化 都依賴糖果 如果糖果我真的那麼飛 抽不到不是很虧嗎 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沒錯 好 吉拉奇加BB鳥軸的這個 火場尷尬 他應該沒有無人發電場 他應該是火場再加這個熔爐 好那打火石丟兩張火拿四顆火 然後再丟一張火拿抽三張 哇靠 那整個手牌都是火能量啊 天啊 好貼哥這招什麼東西看一下 撤退是不是 吉拉奇OK 那吉拉奇血量70點 我等一下只要貼兩顆能量 火結晶 貼兩顆能量 這應該是再貼一顆 我就可以擊殺了 好拿BB鳥 好下個他會直接進化兩隻嘛 兩隻然後小小丑 還沒貼的量耶 欸為什麼不貼耶 我覺得可以貼耶 為什麼不貼耶 奇怪了 好那就直接先進化囉 進化吧 哇尷尬了 我現在想不想 我還是想要不要下疊疊 因為我現在真的做不出來 還是我直接先打到底再說啊 我怕我怕我等一下 被針對 被爹爹被針對 不是很虧嗎 應該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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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我不知道對不起 我不知道 沒有爹爹只有東東鼠 好吧那就東吧 那怎麼辦就東啊 下一層東啊 好亂吹 反正用不到 啊東吧 剛剛手貼撤退 欸 剛剛手貼撤退 喔對對對對對 嗯 等一下我還是沒有 我還是沒有 我還是沒有那個啊 沒有東西給用啊 啊尷尬我講一下喔 能量 等一下喔 好我覺得可以拿這個 壓 好 抽滿糖果 唉唷了 嗯他完蛋了 我要打爆 嘿嘿嘿嘿 嘿嘿 好貼 OK 然後先這樣子吧 好 這樣打多少 三顆能量嘛 100嘛對不對 100滴 好那我身上有這個 特性護符啦 所以說他就算有GX的小丑 我也一樣 不怕 不怕不怕 完全不怕 好那小小小丑 要打到我基本上 吃運氣了啦 吃運氣 OK 直接三隻滴滴鳥 哇賽 好開始綠了 瘋狂綠牌 各位如果上次有看我那個 德國阿賽 是不是好像 阿賽 好像德國阿賽吧 那兩個冠軍小丑 在對戰 一個就滴滴鳥走嘛 一個就小藍走嘛 那你說哪個強喔 運氣好的話 滴滴鳥 應該說小藍比較強 運氣不太好的話 比比鳥比較強 好不好 因為小藍走真的就很吃運氣啦 你被硬張的話 如果 一飛走直接就卡爆了 好那他現在應該是有辦法打 幹嘛 我靠 你給我亂來 哇賽 NO NO 你要丟三顆喔 丟三顆我 哎呀尷尬 哎呦 你是堵我下不去是不是 我想想看喔 想看怎麼打 嗯 我想想看怎麼打 比克提尼先下來 這麼兇 我就先幹掉你 其實我覺得比克提尼應該不要先下來 對 好先打吧 100 你看方向金就沒事做 真的就沒事做了 就這樣子啊 就等對方打 然後如果正面的話就可以笑對方 反面的話就繼續發呆 對方 他怎麼不打第一招 好那大家要拚了啦 還是丟四顆能量啦 對不對 而且重點是他要先丟喔 喔場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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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攻擊 好再貼一顆 轉 欸好轉 這場地轉翻了 根本就轉翻我了 對不起 我跟你講各位 富浪金不用動腦 真的不用動腦 對不起 反正我完全沒有動腦 因為就是這麼無腦 超級無腦 好現在就看他運氣好不好 他現在壓翔翔找場地吧 我覺得 好火結金 然後手貼直接四顆丟四顆齁 如果這一下沒有打死我的話 基本上他應該就去了 我覺得 好火結金再減三顆 看一下 等一下 喔兩顆而已喔 哇兩顆喔 好吧貼 好手上有四顆了 來吧 一二三四 好各位 歐洲的十顆到了 什麼鬼啦 靠 太扯了 很誇張欸 扯爆了 什麼鬼啊 來各位 教你們小技巧 我告訴你 你不要手貼 不要手貼 一定要用特性貼 為什麼這樣轉 如果等一下你抽到了 基本的腰筋能量 你反而就不能手貼了 好 這是一個小技巧 好不好 你看我是不是抽到了 如果剛剛用的話 是不是就爆了 好你現在手牌這麼多 哇尷尬 我想一下 我好像怎麼打都不對 我想一下 手貼 一二三 又再一顆 是不是 不行 我給你 好 一百六 沒小小丑了吧 看起來他好像還沒拿到 滑板車 感覺 不過應該綠得到 因為他現在 滴滴量那麼多隻 哇 異獸掌地 好 拿小丑 好 那滑板車貼上去 特性一下 來 應該有焊接弓吧 看一下焊接弓幾張了 目的只有一張焊接弓 好焊接弓 再加手貼 那現在就因為腰腸已經沒了 所以他三顆人就給攻擊了 那火結晶咧 我看一下火結晶又在兩張了 賺 我覺得玩是有優勢的啦 如果我等下正面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贏吧 嘿嘿嘿嘿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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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3.0 先壓縮牌 壓完牌之後呢 再用這個 呃 比比鳥 再用比比鳥來做這個綠牌動作 好 先壓一壓 他可能需要綠一下那個火結晶吧 或打火石之類的 打火石可以 用 可以丟空木博士 他現在空木博士用不到 打火石丟空木 OK 沒問題 好拿火能量 那這一場基本上他現在把 我沒能量了 硬張喔 好跟你硬張 我告訴你鳳妖精其實什麼都不怕 就只怕反面 好不好 就只怕反面 我如果反面齁 基本上就去了 是不是這樣講 好1 2 3 他現在牌組剩下了9張 那下得來嗎 重點是下不下得來啊 好滑板 你該不會兩張滑板都在獎勵吧 沒那麼衰吧你 槍 槍 槍 居然放這種槍 這叫什麼槍 你知道嗎各位 這叫人品槍 人品考究 一人一次反面 合理 好滑板車 然後手貼撤退 好你有辦法殺我嗎 不要鬧啊大哥 能量抓取 OK 好拿兩顆 手上幾顆了我不知道 好火結晶 哇什麼都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他壓牌壓好快 哇還好我再剩8張了耶 好啦來啦 你丟得中你就丟吧 好各位 爽 我告訴你我贏定的 真爽欸 好那我想一下 為了增加遊戲的看頭 我想一下我還有什麼東西呀 好多東西可以用耶 天啊 我現在一堆東西可以用耶 可是我現在要幹嘛 我現在完全不知道幹嘛 那就打吧 好不好就打吧 160滴直接打掉 我剩兩張你卡基本上看一下他小丑死了兩隻嗎 那應該還有了應該還有了 那印章他應該放一張而已啦 應該不太可能放兩張放兩張會壓縮到自己的牌組的這個運作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還是做得出來第三隻小丑 我在猜的應該可以啦 來各位趕快插賭 我等一下反面來這邊 快點插賭一下 好異獸空間 沒用了啦 他現在火結金用幾張三張了嗎 然後打火石兩張 所以他火量不夠耶我覺得 他火量不夠了我覺得他火量不夠真的不夠 喔小丑第一招是不是好喔 賭運氣就對了 我現在看怎麼做 你覺得要打嗎 尷尬要不要打 我想一下要不要打 還是要撤退你覺得要撤退嗎 我想一下喔 能量還有幾張看一下 能量沒有了是不是 我想一下怎麼打 第2 3 4 5 6 7 好 我知道怎麼打了 各位觀眾 這就是風耀鏡厲害的地方看好了各位 跑 因為我排組已經沒有腰能量了 所以我一定要丟雙5好不好這樣各位懂我意思嗎 我們來個超級大爆發好不好 我們來個超級大爆發 應該可以吧 超級大爆發 哎呀抱歉啦一定很多人想看我飛嘛 可是沒辦法我今天比較特別喔 好那就全部 壓上去 有沒有看到 超屌 3690310滴 超爽 好風耀鏡我告訴你超級簡單 完全不需要動腦 你只要做出你的多邊獸 也不是不能動腦 不用動腦啦 因為你做出你的多邊獸之後你就看對方的情況去殺殺殺殺殺 那如果對方打你就憑運氣看有沒有辦法躲過 那今天的風耀鏡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你想調整的話自己調整好不好 好啦應該沒問題吧 不過今天沒有表現到這卡路那有點虧啦 那一開始反面的話就是因為我這個易獸的 護符被打掉了 所以剛剛我沒有辦法去擋 擋小丑 不過小丑第一招我的護符會擋不住 他只擋攻擊而已 所以好像也沒什麼差別 好那我們風耀鏡排隊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長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G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